别的非诚勿扰 不是 那女人给你的 不要 去一趟医院 你在这儿盯一下 这不要 这钱不就是我的了吗 我怎么骂着呢 不给我大哥分 这钱都是我的了 十一 十 十一 十 十一 花 花 你咋进来没事呢 你想要我有什么事啊 你干嘛呢 你偷偷摸摸数钱干什么 交代说 你听我说啊 王彩凤 不是 老寡妇她不是住院了吗 别人都去看过了 我是村主任 那我总得表示表示吧 就这事啊 就这事 你真是不就这点事嘛 你看你偷偷摸摸搞得那么紧张的 像做贼一样的 显得我这么没有决定 我是怕你生气吧 我咋会生气嘛 你这干的是众人为乐的好事 我一直就认为 我一直就认为我们家花是通情达理啊 挺贵的 老三盘 对不起啊 让你破费了 你说这苹果果她长在地里啊 不值钱 一搁到这个垮垮里 系上红绳绳 咋叫那 老三盘 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那要吃了你的水果 我凑得欠你一杯子人情 那可不敢吃 不吃那水果就不欠那钱了 谁把你送到医院 谁给你交的住院押紧 村里边人都舍了 您客欠阎王的一条人命 也不能欠你唠双盘的一份人情 好 你打算送多少钱啊 你看啊 这别的村民呢 有的是送牛奶的 送水果的呢 我呢就想送现金 送上 你听听 有点多了是吧 那咱意思意思 狡气 太小气了 郑德财 好赖不计你也是个村委会主任 一千块钱 你拿得出什么吗 慌 我就说嘛 我们家慌那是村子里最大气的女人 善良就爱心 你说送多少 一万 拍上 一百万 这 那咱家咋过呢 我跟你说啊 你把咱家那一百万给大寡妇送去 你把大寡妇给娶了 大寡妇家那一百万也是你的 你还怕你往后的日子没法过吗 华儿 你别生气听我跟你说啊 你看家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 咱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咱就送上一千块钱 五百块钱 二百五 五百 二百五 五百吗 哎呀 我说五百就五百 好啊你个败家的祸你 五百块钱 大寡妇手都不让你摸一下 你把咱们家的给她得了你 就是你们这些碎嘴子 成天的碎嘴念碎嘴念 搬个真名声你还得恨不好 顾叔来了 坐 快坐下 我姓顾不是你叔 顾叔 顾家的事我听说了 那么顾家的事情啊 不需要你小寡妇来管 老蒜盘 得是吃抢药了 我管你给你舍花 你们你干啥吗 那是想好好说 可我只要想到他肥要把你家儿媳妇 那咱们话不能好好说 你给我回来坐下 你也不让高生说话 坐下 你回来就回来 你你你 你你你 顾叔 这半年 我就见了你三四次 你说你有一次给过我好脸子吗 我尊重你是个长辈 啥委屈我都往肚子里咽 但是你今天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你这 像是人还是咋点 顾家是你儿子没错 可是他现在不是个孩子了 你这样干涉我们俩恋爱 对我不公平 对他也不公平 说完了 说完了 好 那那说 正好 你们大小子 两个都在 我就把这个比方答给你们听了 顾钱凑事这苹果果 那是这个苹果果的树根根 一个苹果果的涨大 他需要那这树根根多少心血的付出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你不过凑事那个苹果果山的一个小虫虫 长天就磨着吃着苹果 你要是个极力的小虫虫也就巴了 可你不是一个 不能说 你是那苹果根根没错 顾钱也确实是你养大的 可是你现在看看 是谁给他洗衣做饭 谁伺候他吃喝拉撒呢 是我 是我钱香香 我钱香香不是吃那苹果果的虫子 既然今天把话说明白了 那我索性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 顾钱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不管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这辈子咱俩分不开了 对 你的人 你跟他在一起 他都是你的人了 顾钱是那的人 永远是那的人 加拿那古老汉梁腿仪的人没了 他还是他加拿媳妇的人 也不是你钱香香的人 呸 老三盆 老三盆 你跟我回来 你把水管拿走 老三盆不吃你的水管 我早晚有一天 让你心甘情愿地把我贴进门 你把水管拿走 你把水管拿走 你把水管给自己的水管帮忙 你把水管吃不过 我爹跟我后妈分了 我后妈的儿子 跟我妹也分了 快快快 你爹啥要给你们找一后妈 不是你听我说呀 我爹让我后妈的儿子 跟我妹也得分 啥玩意儿 说啥呢 八大 我这种情报给你 啥情报啊 行行行 赶紧赶紧 我这情报可不知这点 你还说不说你 不是 我说我说我说 他们俩分了 谁分了 我妹跟城里的小伙子分了 真的 你妹跟城里小伙子分了 不是不是 低调一点 低调一点 听我说啊 他不敢不分 我爹说了 如果你要不分 这事你得帮我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才是你最诚挚的妹夫 后子 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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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子 这事我真帮不了你 你要不要自己去吧 我爹他最近脑子有点问题 我得学乖点 我先走啊 我先走啊 好好好 好好好 白了 白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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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说 我先走啊 进去 张无发 你来倒什么乱了 哎呀 哎呀 倒啥乱呢 哥几个今天 可是来吃饭来嘛 做我这傻瓜俩造 这是什么呀 洛书啊 你就只管给我们安排包间 要最好的 走 请问哪位点菜 清朝土豆丝 小葱拌豆腐 再来一个 清朝小白菜 你开寺庙呢你 照荤的点 照贵的点 是是是 那个 红烧牛肉 黑椒牛肉 还有揪面片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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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啊 就照你们拿手的事 就一个字 跪 哎 好嘞 哎 把你们那 顾家叫过来 您有什么事吗 告诉我就行了 我找他喝两杯 告诉你行吗 老板 老板 他们让顾经理陪酒 哪个顾经理 顾家经理 哦 那就让他陪嘛 去吧 哎 哼 让顾家陪酒 不想活了 谁呀 外面有人找你 找我啊 是不是 一个叫张强的 不是 是个叫 叫法子 他说要让您陪酒 正好 走 是谁吵着闹着 要喝酒啊 赶紧赶紧 过来给我们发个喝两杯 算了 说话了 姐 我这不是听说你心情不好啊 今天呀 特意过来看看你 顺便陪你喝两杯 啊 你们这么多大老爷们 欺负我一个女子 不欺负不欺负 随便喝喝 随便 哎 你既然都来了 怎么能随便喝喝呢 干脆这样吧 咱俩今天 就比比酒量 咋比啊 你一杯 我一杯 看看咱俩谁先倒 等等 发哥 这么喝险了咱们不够仗义 哎呀 佳佳 再怎么说 我也算你哥是吧 这一杯对一杯 是我欺负你 这么着 你一杯我三杯 好 发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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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够银 吹牛呢吧你 哎呀 混了这么多年了 这点酒量总该有吧 就是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你输了呢 我要是输了 我就嫁给你 发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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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话当真 当真 当真 harmon总 phosph顶 一五个 五个 横 一百水 一百水 个 一百水 汶 有一百水 五百水 一百水 五百水 二百水 Wagner 葱 吃菜 吃菜 八子 别着急吃菜啊 咱这酒还没喝完呢 不过也是 这一杯一杯的喝 那得喝到什么时候啊 要不这样吧 咱们来点痛快的 火的 来 咱喝这个 这 这 你千万别发懵 这可是活真假实的高粱酒 不是你刚才喝那添水 你没事吧 你怕了 怕啥呀 我发的长这么大就没怕过谁 那最好了 咱们谁也不欺负谁 一人一瓶 我先干他 等等 发主啊 他这瓶酒有问题 你 你让我看 看看 看看 大男的 合伙妈妈 咱俩换 我看 我看 你 还不想干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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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哥 我看 我们还是吃点菜 我 我回去打不开吧 你 你们是男人吗 是男人都给我干 别愣着 我认识 服务员 找几个力气大的师傅 好好收拾收拾这几个人 对不起 您不能进 为什么呀 老板说了 你以后不许他进 我们酒楼半步 你真的不能进 快来了 我 你真的不能进 快来人啦 顾佳 我是张腔你出来 顾佳 顾佳 我是张腔你出来 你见见我 你为什么不见我呀 顾佳 你出来 顾佳 你出来 顾佳 我是张腔你出来 你见见我 你为什么不见我呀 顾佳 你出来 顾佳 我是张腔你出来 顾佳 爹 你起来 往后有人喊我 没有 有 没有 不行 你输了 不行 你输了 不行 你输了 从现在开始 不准再跟他们家有任何挂口 不听话的 以后 不许将有敌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请稍后再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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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张张 张张 我一定要娶到你 我真没见过做梦娶媳妇的 你看看您那德行 你还去家家呢 你下辈子吧 我今天发挥市场 又不然再来一次 你再来一次 你再给我丢字人 这次还是你算板数花钱叫了个车把你送回来的 爹 这次输了 那不代表以后全输 法爷 你别叫我爹了 我叫你爹行不 只要你学好爱 你别给我惹事 法爷呀 我求求你了啊 法爷 爹 我真的喜欢顾佳 我想追求自己的爱情 想明白了 来 别跟你说啊 你条件挺好的 你爹我大小也是个国家干部 你只要学好 怎么能追不上佳佳呢 要追上顾佳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那就是把老蒋的酒楼彻底搞垮 让他牛不起来 等他们都成穷光蛋了 我就不信顾佳布来找我 我当年咋不把你扔尿盆里倒了呢 你干吗 你怎么了 你喝酒了 你别动 我别动我 你说 你 你为什么一见他爸 你就不说话了 为什么你一见他爸 顾佳就不理我了 你说为什么呀 你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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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话你 为什么不说话 强儿 你喝多了 咱们先回屋休息好说 你别动我 你说话 你和他爸 是不有什么仇恶 你是他爸的旧情人 你背着我爸和他偷情呢 你给我听着 不许你侮辱我的人格 你要是真喜欢他 你可以去追他呀 你可以去找他呀 你在这里罚手 为你算什么本事 不许你 忍着点 好疼啊 挺大的老爷们 你说你瞎喊啥呀 那以后你去皮柴去 你说你两句 还没劲啊 我这不批柴的时候 想着家的事吗 你说也是啊 你爹不是巴望顾家 找一个成立女婿吗 这咋还坚决反对了呢 这事我也觉得奇怪 按道理说 爹应该挺喜欢你小子 我说那天在医院 你爹看见我 就跟他吃了个枪药一样 那是因为这事啊 你说 我爹 张强妈 他俩会不会认识 有可能 张强他妈 是不是就那个 没了丈夫的工程局长 你爹一看了 就走不动道那个女的呀 反正厚子说是的 那他俩见了面 就啥都没说就走了 没有 绝对有事 我跟你说 这里面绝对有故事 说不定那天 市区里面的事啊 就发生在咱们身边了 啥事 说不定还有个孩子呢 这不能 这不能 我爹啊 这不是那种人 你 我这不瞎猜的吗 你 你这手也坏了 明天我陪你进床呗 算了吧 让爹看见 不好 你傻呀 那城里多大个地方 我不到酒楼里面去混用 我不信你爹还长得清理眼 真是 行行行 张强救我啊 救命 救命啊 你算了 发什么神经病啊 我以为杀人了呢 咱俩 女子啊 我做个梦 爹 看出来没 这强扭的瓜呀不甜 你都快变成神经病了 你才快变成神经病了呢 我说爹 你这封建势力也忒大点了 你跟我那后妈 不对 你跟张强他妈之间那个 那也别把小妹拽下来呀 小妹还是个妙龄少女呢 你再说一遍 你跟我那后妈 那个 哎呀 你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站住 开门 你正事没有 满嘴无数 三天不打 上方接网 你出来 出来我打不死你 你站住 你死了 你 experimenting 你泽 你忍耐 你也看着 的 你这种 你想有什么 你还能吃吗 我 你 我妈老跟我说 让我在城里扎下去 这个我终于明白了 城里就是不一样 家南哥给您卖啥一两小叫车 用催牛吧您 哪一 反正我不管 只要能让我在城里扎下去 啥日子都都愿意过 你吃个苹果吧 这个上火 那你想听我买什么样的车呀 咋的也得撕个轮子的吗 哼 静莹啊 我知道你恨我 可你不能这么对待孩子 他们是无辜的 佳佳 你说这个坐车的 是比骑车的舒服啊 那是 这坐车的 都是鸡啊 羊啊 牛啊 鱼啊 送到饭店被杀的 这骑车的可都是人 我咋听着想骂人呢你这 鸡啊 羊啊 送到哪里去啊 送到那老三盘地饭店里去 走喽 天光喽 好 好了 把东西抬进去吧 我不进去了 小张 你在车里等我一会儿 我进去看看 好的 局长 您别忘了一会儿还有个会 我知道 我知道 不好意思啊 酒楼还没开始营业呢 对不起 我想找一下你们老板 老板 外头有个女的找你 从今晚后 不管哪个女的找我 就是个不在 好的 刚我去看了一下 老板没在 没在啊 那她大概什么时候能在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好 谢谢啊 慢走 你看啊 你看那个人 嗯 那个人就是我爹那个老相好 啊 叫你谁的妈 呀 跟我昨天晚上梦到的一模一样啊 看我的 哎 哎 老夫 哎呀 别不好意思 我也是个寡妇 你是 哦 我是顾金银大儿子 没过门的媳妇 没过门的媳妇 没错 我跟你说啊 这个顾老头啊 她就是毛坑的石头 又臭又硬的 咱们这种寡妇 想进她们顾家门 那是男生家的 以后 你要是能嫁进顾家 帮我说说话 管管那老顾头 求求你们啊 对不起啊 你可能是误会了 没误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她这个人啊 就是嘴快 走吧走吧 是啊 我还没跟她说完呢 我没说完呢 别说了别说了 你跟我说说话啊 上车上车上车 上车再说 不能说啊 说啥呀 你让我说完呗 再见啊 说完能咋的呢 跟我说完呀 保佑你 哪我езд过来到我呢 要是我让我把话说完 咱俩的事兴许他能帮上忙呢 帮啥忙呀 湘湘 那我爹能听谁的呀 那可没准 他要是爱那个女人呢 兴许就能听他的呢 笨死了你 好了 走 他的汗啊 热吧 不热 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你不是要我做你正牌女友吗 怎么几天都不见人影啊 你得理解我 我们那是家族企业 我又是继承人 这酒楼大大小小的事 都得我管 又来电话了吗 喂 忙着呢 啥事啊 这么忙 没事 没事 你那后妈怎么样了 咋了 是不是黄了 没 没黄 板上帝钉的事哪能黄啊 她们都打算结婚了 好 好 好 那就好 你可得好好地哄哄你那后妈 没准到时候啊 咱们还能捞着好处 哎呀 你就放心吧 我们打听好了 她们俩都打算要孩子了 什么 要孩子 喝点茶 老天总能惹你 我听你说这事啊 都像电视剧 我上辈子欠他的 那你打算咋办 快刀斩乱吧 让张强跟顾佳 把手一分 这我真得说一句 你不能因为咱们这一辈子的事 影响人家下一代的幸福 你说得轻巧呢 你来试试 要不然呀 你就和李星恒了 你俩相互惦记着 又都是单身 胡说 你要不好意思我去帮你说 说什么 有什么可说的 这都上辈子的事情了 要不是为了顾佳 我才不劳这神呀 你就吹吧 你心里头想啥 我还能不知道 你根本知不到 那就是把佳佳 嫁给你家儿子 也不会嫁给他家儿子 真的 开玩笑的 我就知道你逗我 老陀西啊 今天饿在你这胡骗了这么多 说的对与不对 你都答答 下次到教楼 我给你做油泡面 您吃点东西吧 我不吃 吃点吧 拿走 就几口 我说了我不吃啊 你以后 吃热 儿子 起来后一定要吃饭 昨晚 是妈妈对不起你 请你原谅 如果你是真心爱她的 就去找她 不要为了自己一时的糊涂 遗憾终身 你找谁呀 请问张德才在吗 张德才 他在 等着啊 找你的 是个女的 喂 我是车前弯的张主任 你是谁啊 我是李鑫啊 你还记得我吗 李鑫 记得吗 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 我以为 你把咱们在城里打工的这帮老朋友都忘了呢 我哪敢忘啊 这么多年不见了 想和你见个面呗 那我把老蒜看叫上 还是算了吧 我和你聊聊就行 那我们说好了 今天周五 我们在雨花西餐厅见 我请你吃饭 你说这地方我能找到 行 那回头见 花 李鑫打电话 讲完了 接着打呗 李鑫 叫我吃饭 他找我吃饭 肯定是说老蒜看的事 我不去了 我又不爱吃饭 也不爱应酬 在乡下饭多好吃 谁去城里吃饭 城里的饭都是咱这拿 石胜下拉过去 我才不去呢 不去 我真不去了 谁爱去谁去 我不去 妈呀 你怕我吃醋生气是不是 不是 那个 你哪鬼吃醋生气呀 我不去了 干吗不去啊 你心里又没鬼 为什么不去啊 那我真去了 你必须去 回来下次方理 我现在是越想家家越觉得可怜 确实挺可怜的 要不咱帮家家想个办法 你说咱俩这儿山高皇帝远的 山高皇帝远 我收到不了 你什么事 那我摆着你 我只是说 我都没听见 你什么事 感谢观看